想象这么一个场景 你明明意识清醒 却发现自己难以支配自己的身体 在周围人看来 你的行为举止 就像是丧尸一样诡异 他们把你丢进荒郊野领中自生自灭 随后 你的身体开始不顾一切地爬向高处 同时你的面部开始腐烂萎缩 直至嘴角完全撕裂开来 这让你的嘴可以张大到一个惊悚的角度 宛如一具行走的腐尸 但就算这样 你的意识却还是清醒的 啊不要误会 众所周知 我不是很擅长讲恐怖故事 就目前而言 这种情节应该还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吧 不过另一类动物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那就是蚂蚁 几乎所有生活在热带与亚热带地区蚂蚁 都会遭受一些献虫草类真菌的洗扰 根据2017年的一项研究 这些真菌会把菌丝扎根到蚂蚁浑身的肌肉中 吸收养分的同时 还会逐渐切断这些肌肉与大脑的联系 于是蚂蚁的行为逐渐变得诡异 继而被蚁巢中同伴丢出去 随后这些菌丝就会像末偶的提线一样 操纵着蚂蚁的躯壳 爬到高处 死死咬住树叶或枝干 为了咬得更深一些 真菌还会让蚂蚁的下额等口部结构萎缩掉 而且就算到这时候 真菌也不会染指蚂蚁的脑部 这或许说明 这些悲惨的蚂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意识都还是清醒的 最后一根蘑菇会从蚂蚁尸体的后颈中长出来 散出包子 继续在苍茫大地中随机抽取几位幸运的蚂蚁 去沉浸着体验丧尸生活 不过除去这些恶趣味 寄生蚂蚁的献虫草类真菌 确实看成是普遍无脑的寄生生物圈子里的一股技术流 它们对蚂蚁的操控 达到匪夷所思的精度 比如说它们会主动寻找 蜂蜜最合适的时间地点 确保蜂能把包子养了 所以在热带雨林里被寄生的蚂蚁一般会挂在高硕叶片背面 而如果是稀疏的树林 这些蚂蚁往往就会改为挂在树枝乃至树干上 而这些真菌还会耐心等待最佳的生长时间 只有当温度湿度都刚好时 才会驾驶着蚂蚁往上爬 坦率地说我们至今都不知道 这些真菌究竟是用什么原理喂操蚂蚁的 但有证据显示 真菌干这事可是老惯犯了 比如这块大约形成于五千万年前的虎坡中 人们就发现了被真菌计时的蚂蚁 只不过那会儿长蘑菇的地方似乎不是蚂蚁的后颈 而是从它的局部地区开出一朵后亭花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 南北洲的七叶椅敢于去种植真菌 这份勇气绝对是连梁禁乳都给不了的呀 而且不止蚂蚁 其实相当多昆虫都会受到真菌的洗扰 道理很简单 真菌的细胞表面往往有一层几丁质细胞壁 所以真菌体内自然就有很多可以分解吸收几丁质的酶 而昆虫的外骨骼成分刚好也是几丁质 这就巧了不是 所以大部分真菌不但能轻易瓦解昆虫外骨骼 甚至还能直接把其中的几丁质当作自己的食物 此外真菌作为病原体的时候又有一个额外的优势 一般的病原体细菌病毒寄生虫啥的 不管它本身面板属性有多强 它在入侵生物体的时候就兵力而言 肯定是远远不如宿主的免疫细胞的 所以实在不行 宿主身体直接发动细胞因子风暴 动员起巨量的免疫细胞 现在情况是八十万亿对六十个 看我一个FRA推了你 因此大部分病原体都要点一大堆免疫讨逸这些技能 悄悄精寸打枪就不要搞偷袭 但真菌不用 当他们的菌丝深入到要跟宿主免疫系统刚正面的时候 这段真菌早就已经长得各种啪啪生机了 尤其是在对付昆虫中小虫制时 那更是兵力五五开感染塔塔开啊 可能也正是由于这套简单粗暴打法 实在没啥技术含量 对很多致病真菌来说 搞寄生都纯属副业 一个物种配备多项生存技能 那都是常规操作 比如之前我们讲过的新型引球军 大多数时候它都在土壤里分解腐质制 没有腐质制呢也能吸收吸收核辐射 如果碰上活动物它也不客气 比如当人免疫力极端低价时 就有可能会罹患新型引球军 引发的肺炎甚至脑炎 有一种假说就认为啊 之所以陆地很温动物 普遍都把自己体温设置在四十度左右 直接原因就是真菌不太耐热 较高的体温可以抵抗真菌感染 而昆虫显然没那么高体温 总之真菌看成是全方位 针对昆虫弱点所生的对虫暴剧 而在昆虫三亿多年演化时的大部分时间里 真菌对昆虫那可真是 基本勾不成什么威胁呢 对虽然很反直觉 但就目前的话是和分子证据来看 似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虽然确实有少数真菌能感染昆虫 但总体来讲威胁不大 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一方面大部分真菌缺乏能够快速削弱昆虫的手段 另一方面昆虫的免疫系统 会产生很多抗菌态来抵御真菌 反正在两亿多年的漫长时光中 真菌好像愣是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两个问题 虽然往事还有太多谜团 但我们能确定的是 在距禁1.25亿年前 一切都变了 随着被子植物或者说显花植物 在世界各地高歌猛进 地球引来了白恶纪陆地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 哺乳动物鸟类蜥蜴蛙类 结枉的蜘蛛等等星宿纷纷崛起 而有种种迹象显示 真菌家族在此期间也发生了一场巨变 目前一只最早的蘑菇化石 就出现在距禁1.25亿年前的地层中 这倒不是说蘑菇在1.25亿年前才出现 但这也有可能代表蘑菇 是从那时候开始走向反胜的 不过对于昆虫而言 最关键的变化潜藏在那些 为它们带来无尽俘扰的显花植物内部 显花植物从它们的种子觉祖先开始 就一直跟真菌有着异乎寻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堪称是自然界除第一以外 最深度的真菌共生体 而与显花植物共生的多种真菌中 有一类被称为肉作菌物的真菌 它们的菌丝往往深入到植物地上部分的内部 借助植物的养分生长繁殖的同时 也会分泌出种类繁多的化学物质 来帮助植物抵御病原体与植食动物 而在演化穷举之下 有一些肉作菌物真菌 就偶然核振出了能够破解昆虫抗菌态的物质 突然之间部分昆虫 在这些真菌面前就几乎形同空房了 而显花植物又刚好特别能吸引昆虫 于是真菌与昆虫两亿亿的和平便被打破了 最终以虫草科和献虫草科等为代表的一批肉作菌木真菌 所幸脱离植物变成了全职的昆虫杀手 这或许也能解释为啥在今天最容易被真菌感染的昆虫 主要都是猪如灵 赤木以及蚂蚁 等在白恶级陆地革命中崛起的昆虫的星宿 而在这一干苦土中 蚂蚁无疑是最走霉运的 蚂蚁是真社会性昆虫 跟咱人类一样密集地生活在一起 更何况它们还生活在阴暗潮射地下 这简直就是寄生性真菌应许之地了 所以一丁点寄生性真菌就能把整个蚁巢一锅端了 为此蚂蚁演化出了一大堆给蚁学搞卫生的手段 比如很多蚂蚁在正式入驻新蚁学之前 会先用蚁酸把整个巢穴里里外外给消毒一遍 之后它们还会集中处理蚁学中产生的垃圾粪粪便和尸体 或者是专门挖个偏远的洞穴去堆放 或者是搬到蚁学外面 总之就是确保这些东西远离蚁后和幼虫所在的区域 更极端的还有像切蚁那样 直接用炼煤菌给自己制作生化防护符的 万一运气不好 蚂蚁在外面沾染了真菌 它们也有后手 而且做法跟我们人类古代差不多 如果感染不严重 那么这些蚂蚁会被单独隔离 但要是病情出现恶化 那不好意思 病蚁就会被直接丢到外面去 这类行为被科学家称为社会性免疫 只可惜蚂蚁社会真菌更社会 有些献虫草类真菌就反过来利用了蚂蚁的社会性免疫 它们演化出来操纵蚂蚁行为的能力 故意让患病的蚂蚁行为举止极度异常 从而使之被丢得远远的 这反而帮助了真菌的传播 而这条演化路线上最登峰造极的造物 那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那种把蚂蚁变成丧尸的真菌 在一块距今4800万年前的树叶化石上 人们就发现那种丧尸化蚂蚁特有的咬痕 说明从那个时代开始 这些真菌就已经操作着蚂蚁爬上高树 咬住枝叶后远地生草 于是真菌得到了严绪 而以学也免于了全灭 就这样一群诡异的丧尸 带来一对诡异的平衡 请不吝点赏